我假设,白棋伟原来便有一个计划,是准备掘取25块钢板的,那么,最适宜于发失号令的地方,当然是他所站立之处,白棋伟是站在白老大的背后所方的,我一想到此处,立即一约而前,向白老大的座位跃去,白老大冷冷地道,这是我的座位啊。 白老大的座位,与其他24张略有不同,那是其余的人特别尊敬他的缘故,刚才,我逐张椅子检查的时候,也因为那是白老大的座位,而没有十分注意,我道,知道,我有一个假想,需要在这张椅子上证实。 白老大道,请便,我蹲了下来,来检查椅子的左边,那是一张圆靠手的红木椅子,靠背处,将着一幅大理石的山水画,手工十分精细,所有的木枝都不过寸许直径出息,我极其仔细地检查一遍,仍是一无所获,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,我心中暗存,一不坐,二不休,双手举起了那张椅子, 向地上重重地义摔,在其余人尚未阻止我这一行动之际,那张椅子,已被我摔得七零八落,白老大臣声道,这是什么意思,我尚未来得及回答,便已发出了一声欢呼,因为我发现在一段顿许来长的红木上,有着金属的亮光,我连忙将这一段东西拾了起来,只是那一段东西,外面的颜色,和这张红木椅子, 一模一样,绝对分别不出来,但是,那段东西,这是空心的,里面有几粒半导体,还有几个线圈,和几片铜片,我将那东西递给了白老大,道,白老大,我对无线电方面的知识不够,敢问这东西,有什么用处,白老大面上,也现出了疑惑之色,将那东西,接了过去,看了一眼,道, 这是最简单的半导体装置,如果以金属的物品,在上面一碰,在某个地方,如果有着接收装置的话,便会有所反应,实看天道,白老大,问他21块钢板,在什么地方,我冷笑道,你心急什么,白老大, 你是不是有办法,测出那个接收装置的所在,白老大点头道,有,我心中更是高兴,道,那就请你试一试,接收装置,是装在什么地方,白老大点了点头,道,宋兄弟,你去请住兄弟来,叫他带着无线电拨近距离,客向起来见我,宋坚答应了一声,走了出去,不一会,便和一个高高瘦瘦的人,走了进来, 那人正是少林专家,宋仲,他手中捧着一只方形的盒子,盒子的上面,有一个扇形的表,表上有一只指针,那样子就像一般电工必备的万能电表,差不多,表上还有着刻度,表明着数字,在扇形的表下面,还有一个圆形的表,有着一指针,像是指南针一样,宋仲一进来,便走向白老大的身边,道,白老大,有什么, 他才讲到此处,你一眼看到了白老大手中的那段东西,他面上走得未知变色,定连下面的一个,是,字,都讲不出来,白老大乃是何等人物,立即决出度重的神态友谊,立即道,你怎么了,度重道,没有,什么,客向起,已带来了,白老大道,灵敏度怎么样,度重道,很,很好, 他虽然力冲镇定,但语音竟在微微发颤,白老大道,好,你去吧,度重如获大赦,立即一个转身,向外走去,但他走不几步,白老大又道,回来,度重站住,转过身来,面色已自惨白,白老大缓缓地道,你别走,在这监视中,定有人装置了半导体的发讯机,你知不知情,度重王道,我, 我不知道,白老大道,那你也别走,和我们一起看看,收信号的地点,是在什么地方,度重宛若带觉得死囚一样,只是微微语音,一句话也讲不出来,白老大以我刚才交给他的那一片钢片,在那支圆筒形的半导体装置上,碰了几碰,只是侧像器上两支表的指针,全都颤动不已, 白老大将钢片贴定在那半导体的装置上,刻像器表上的指针,都定了下来,众人一起看时,只见那金月形的表上,指针指着,十八,这个数字,而那圆形的表上,指针指着东北方,正是门的方向,白老大的面色,立即一尘,哼,第一声,道,好,竟然离此,只有十八公尺远